揣摩了一下措辞 小妖端起一派趾高气昂 无乃号灵大王姬 号灵九瑶 从玉山王母处学艺归来 速速让开 这只老虎的样子着实逗人 香柳很想嘲讽两句 听到这话 岸上的人顿时眼冒金光 抓住他们 她是盼王的女儿 听到这话 香柳立刻拽住小妖的胳膊 对面不是号灵王的人 完了完了 我忘了这时候还没有平定叛乱 我父王就是因为这个 没去玉山接我 小妖算了算 放弃了 我其实不完全知道这边的时间线 香柳回了沉默 按原来的发展 我这会儿还被那个狐狸关在笼子里 外界的事不是很清楚 后来我也没刻意补上这一段 谁知道我能重来啊 小妖后悔不已 说话间 香柳已经拖着小妖回到海贝里 迅速撤至安全位置 你清楚什么 香柳平复了一下心绪 憋出这么一句 小妖摆摆手指头 从狐狸那逃出来 我就四处流浪了很久 然后就去了清水镇 在后面的你就知道了 流浪这段跳过吧 我们直接从清水镇开始 香柳调转方向 向熟悉的地方驶去 小妖芒问 那我还能开回春堂吗 香柳平静地说 能 那我还能收养麻子和串子吗 嗯 还有老木 嗯 还有 没有了 香柳盯着她的眼睛 算好时间 我们去救她 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夜时期了 只有青秋公子 你 只能有我 清水镇此时房屋破败 一棵老树枝繁叶茂地 占据着路当中最好的地方 树下荒草离离 那儿应该是回春堂 不对 好像是那儿 小妖不确定地 指着眼水边的一片仅有的乌射 向柳叹了口气 指向另一面的空地 不对 是这边 小妖快步走过去 盯着什么也没有的顿 像要看出花一样 我猜 你不想换地方 香柳跟过去 好奇地也盯着那块地 我一直以为 只有梨绒双头犬 能在地上做标记 你也行 下一秒 一只手就毫不客气地 拍在香柳身上 我以前真不知道你这么贫嘴 那时候我长大了 成熟一些 自然对女子会有所收敛 香柳非常自洽 小妖催了一口 下了决心 就这吧 先在这阵子里立足 等房子盖起来 再开回春堂 能活下去 幸亏神农山物产丰富 镇上的巫舍没有主 谁来都能住着 这常年盘缓着私逃的神 凶煞的妖 无处可归的人和被抛弃的孩子 今日见一面是缘分 明日一句不合也能拔刀 过一天算一天 什么你的我的 谁抢到是谁的 两人定下的房屋空置了许久 扫出的尘土遮天蔽日 小妖捏起香柳一缕头发 再打扫一间 你的发色就离防风背不远了 香柳在成熔军中一贯轻力轻微 线下做起打扫有模有样 你去旁边休息一会 这里我很快解决 小妖想也没想就拒绝 两个人做总会快一些 可惜打扫完了 也只是有个屋架子 今晚只能在光地上凑合一宿了 香柳的脑子 自动筛选了几个关键词 今晚地上一宿 你自己睡吧 香柳不自然地说 我在外面守着 这里治安不好 接下来的日子 香柳每日都在清晨出去一趟 据她观察 清晨是最安全的 夜里想谋划的人已经去了 白日里来抢夺的还没来 目的地都一样 神农山 有时带回几只野味 有时薅几株疗伤的灵草 跟镇上来往的人 以物易物 日子肉眼可见 变得滋润起来 我感觉我要废了 临近晌午 小妖又一次 捶着腰从屋里出来 哈气连天 香柳大人 您下回抓灵兽 能不能别指抓肉多的 咱们抓一只皮毛软软 全身蓬蓬 适合当扑盖的行吗 这些天 香柳一直睡在院外 加之还要提防 有人图谋不轨 眼下也有了乌青 见她不回答 小妖继续念叨 我说了我也能去神农山 我现在有灵力 打个猎还是行的 你是蛇妖 你软绵绵地睡哪儿都不觉得 个 我是真受不了 听到她对自己的形容 像柳蹭的一下站起来 咬牙切齿 我现在就去 见那银白色的身影远去 小妖心满意足地回屋里 准备再睡个回笼觉 衣食住行 像柳全包 真是以前想也不敢想的神仙日子 屋外 几双深褐色的眼睛 已经盯住了少女 身后的响动 小妖听得一清二楚 假意回屋里换出匕首 伺机给准备进来的人一下子 这次搞定了 看香柳还有没有理由 再不让自己进山 脚步兮兮索索的 平白听起来让人起鸡皮疙瘩 等逼近了 小妖反而不确定来的是一个人还是几个人 一只戴着皮护腕的手 巧声推开门 小妖提着一口气 只等着人都进来 来者只有一米出头 腰腹滚圆 若不是下巴和露出胸膛上浓密的毛发 很容易被人以为是个即将临盆的矮胖妇人 她两只脚不太协调 前后行走时总有些别扭 偏走得四平八稳 见后面没有跟班 小妖举起匕首怒喝一声 谁让你进来的 男人猛然回头 脸上净声有六眼 明晃晃吓人得很 蜘蛛成精 小妖在心里付匪了一句 眼睛多了 真相怪物 随即想起香流恐怕九个头有十八只眼睛 暗自提醒自己 见面邀功的时候别提这茬 蜘蛛妖怪以为屋里的人早已睡熟 本想偷袭 直接吐丝裹起来带走 眼见这小姑娘醒着 还一副要反抗的样子 当下觉得棘手 匕首已经抵到了脖子 蜘蛛妖怪任命地闭上全部的眼睛 你为什么不跟我打 小妖觉得很奇怪 扑通一声 蜘蛛妖怪直接跪下求饶道 我错了 我不应该来偷袭你 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你杀了我吧 一聊百聊 见她确实毫无反抗的意思 小妖退后了两步 依旧捏着匕首 问道 那你来干什么 蜘蛛妖怪已经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中毒了 在神农山不知道吃的什么毒草 陈荣军里的军医大发慈悲给我看病 说我这毒草丹用药解不了 必须要用胃疾肌的女孩子 带回去当药影子才行 拥医 你别信她 用人入药 小妖闻所未闻下意识反驳道 一时寄养又多了聚嘴 你什么症状说给我听听 蜘蛛妖怪倒是个细心的 不仅把症状讲得清清楚楚 连吃的毒草也随身带了一株 用不包着 小妖徒手接过来 还准备要放在鼻子下面嗅一嗅 蜘蛛怪忙阻止 生怕她也不幸中毒 是个本性善良的 小妖在心里评价了一句 决定救她一命 你去吃这个草的地方附近找一找 有一种开白色小花 叶片窄小 根莖有绒毛的植物 直接吃两株会有轻微的四肢 欧不八支麻痹 要不了一个时辰 两边要力抵消 你就全好了 小妖仔细描述着 抓女孩是没希望了 蜘蛛妖怪倒了蟹 任命地去找植物 傍晚 她去而复返 已经神采奕奕 神医 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 她搓搓手 我还真有个忙 想请你帮一帮 小妖笑得春风得意 不多时 小妖的踏上多了 蜘蛛丝织成的枕头 滑而不黏 细而不脆 洁白海防尘 简直是为现在的生活环境 量身打造 她满意地拍拍枕头等 向柳回来 两个枕头 我 我 不脆 我 不脆